5月28日 广西丽普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 5月27日16时许 丽普市历城镇丽平路一店列内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两名女子受伤 案发后 处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救治 丽普市公安局立即组织全局警力 对已逃离现场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当日18时40分 将犯罪嫌疑人谭某利 男43岁 广西来宾市人抓获归案 经初步调查 犯罪嫌疑人谭某利因与店主黄某美女41岁 存在感情纠纷 持兄继对黄某美及当时在店内的黄某男21岁和黄某娇女36岁实施伤害 造成黄某死亡 黄某美黄某娇受伤 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